國民地的政治現金方法繼續在那邊 那時的競選總幹順紅山山 讓中平會提款 也就要付這尊貝 面對當年的接近 當中英雄正式說 未來會找第三香港前的過期的蘇莉茶 不過現在還在迫出說 有中國 香港 歐盟的觀看 也因為這些觀看 現在不是台灣人 才有可能違反到政治現金法 獨派團體臺灣後 早起國民地的引導頭前 本有財控議 民眾黨主席的國民地 正在現金的正義要持續在討 民眾黨中平會中一大國議 跟那時的競選總幹事 紅山山停款三年 不過紅山山欺負用停款 還要繼續負責宣後 修造查消的工作 也就有當來這期是救援檢察法 現在也團出國民地 案上要做第三方公政的修造 專門來查消 未免危機革待 主席現在是不是沒有要讓 黃先生來查證 要找這個第三方的單位呢 公政第三方的人數 有紅點名的 包括正民眾黨必須長 正立功 正民眾黨立委中紀錄 羅雄陵 臺灣匯頂人 那就是專業過家輸出不錯 社會上有說信任的人數定定 臺灣民眾現在都說是一人政黨嘛 那那就要看柯文哲怎麼說啦 我是沒有接到柯文哲任何電話 看他到底是想要怎麼做啊 總不會只是找我們來背書啊 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黨職嘛 我沒什麼身份跟特別的角色 可以做這種事啦 因為過去不是也是有這種 財務監督什麼委員會那種東西啊 等等啊那我覺得就是尋以前的那個模式 看要怎麼建立 東中央回應說 並沒有聽說要找實力 說有紀錄 跟臺灣匯以來做第三方查證北台人員 不過未來更是會找第三方 公政的貴價書來拆協和簽證 也強調說這個機動 不是要拜託五三三 他會領導善後小組 先把現階段的這個查證的工作 先做完之後呢 他同時間呢 也會違請第三方來做簽證 不過有政地現金的訪譜在討論 現在還有方聲說 有意中國上海 香港跟歐盟等等的地方來的貫款 這些貫款的人 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國際的身份 通常涉嫌違反政地現金法的規定 他只要是臺灣人 只要是有中華民國國籍 年滿二十歲 他其實就可以捐款 所以不管他人在哪裡 我們目前初步看是有身份證的 五三三在兩面設法文表示 查證修作絕對無所謂 求完檢查看 只出賓證的價本 都已經提供給減掉 所以也沒有賣證的議論 商壞比對需要較多時間 未來也會請公正的第三方查證到簽證 那如果有方聲說 各問題事地下 希望五三三可以自己委屈掉 五三三也回應說 這是有人歐白生 歪著去無空 接下來總法報道 這一次 我們可以測試 我們可以測試 兩個 我們可以測試 我們可以測試